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Seng 今天非常非常之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要做Smile啦 並不是酷牙那種 他們以為微笑就好像要做牙 就可以微笑 但其實Smile並不是酷牙 而是矯視 一個創新的技術 就是微笑矯視 今天就來到OA眼科手術中心 進行這個手術 其實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影片 都知道我講了很多 我其實很淺近視 但遇到很多麻煩 例如現在拍攝 一邊拍攝 褲眼鏡一邊有些霸氣 就很辛苦 拍不到東西 所以我今天決定要解決這個煩惱 就真的做一次Smile的微笑矯視 就清除了所有近視和散光 希望接下來就不用再揹著褲眼鏡做人 前天就已經進行了一連串的視力測試 或者一些眼球的弧度的一些測試 看看能不能做到 其實做完之後 醫生都說其實可以做的 是合適去做的 那今天就去做了 其實都不少真的的確有點緊張 但其實身邊很多朋友都已經做過Smile 所以其實都很有信心 那Let's go 找醫生 身邊這位就是今天幫我做Smile的五醫生 五醫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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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這麼緊張 說不緊張就騙你的 但是我昨天其實都挺晚睡的 有沒有影響 其實待會做手術的時候 你要專心看著眼燈就可以了 其實很短時間的 不用一分鐘的 我會告訴你什麼時候要集中 不用一分鐘的意思是 集中那一刻 集中那一刻 我以為做一分鐘這麼快 因為大部分時候其實你放鬆就可以了 我們會遷就你的 但是中間激光的時候 你就要看著眼燈 我會看著 OK 我雖然很放心 但是都想了解 究竟Smile是一個什麼技術呢 跟以前Lasic有什麼最不同的分別呢 我們這個激光手術 跟Lasic最大的分別 是一個雙學的細節 其實激光照片 無論是Lasic還是Smile 近時我們都是把你的角膜弧度 整平一點 那以前Lasic 我們就把角膜整塊蓋 掀起了蓋 接著有激光打磨 就磨平它 接著就蓋上去 但是因為有個蓋 它自己會黏得慢 很神奇 沒錯 開頭幾個禮拜 最好都避免任何的碰撞 打球 出眼 女士不可以搬妝 等等 還有眼睛會多一點 因為牽涉到雙口的範圍很大 現在Smile 一樣的地方 我們都是改變角膜的弧度 但是它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我們Smile是用另一種激光 我們叫做飛秒激光 在角膜女團 就預先做一塊薄片出來 那塊薄片 是根據你的度數 去決定那塊薄片的弧度和厚度 手術的第二部分 我們在角膜旁邊有一個微創的傷口仔 就可以把那塊薄片抽出來 本來那塊薄片的虛位就會黏起來 那就馬上變成一個新的形狀 所以傷口 記起Lasic是很久 我本來以為我不明白 因為我讀文科 但是聽完醫生講解之後 我有明白 那塊薄片其實是怎樣形成的 那塊薄片是我們用激光切角出來的 這些飛秒激光的特徵 原來是可以在你透明的組織裡面 即是你的眼角膜是透明的 那個激光是很準確的 我們可以決定在角膜的哪一個厚度 哪一個位置做一些切角 所謂切角其實它是注入一些氣泡 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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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氣泡 前面後面前後左右的角膜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人類的科技多麼偉大呢 現在我幫你再檢查一次眼睛 好 因為其實剛才看過你角膜的素描 我們最重要是看一下你眼角膜的形狀 還有厚度適不適合做激光 那你沒有問題的了 那我現在幫你檢查一次 好嗎 做完手術之後 開頭六個小時 看東西是蒙茶茶的 那個蒙茶茶的感覺 就散得很快 做的了? 真的嗎? 走的了? 平時都做的了 真的走的了嗎? 動的了 來我動的了 動的了 我動不了啊 我的腳不動了 OK 動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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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等你 通常都是來到最後一刻才不怕 好小心腳 看到嗎? 還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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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嗎? 為什麼其實這個過程 再見了阿星 再見了 有什麼事? 這個studio你交租了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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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醫生不停跟阿星說話 但我想他應該都聽不到 手術就完成了 我想20分鐘都沒有 很快 死了阿星 好嗎? 喂 瘦了這麼多 現在好像在水底那樣 沒有帶眉鏡那樣游泳的感覺 這個呢? 對 一隻 五隻都是 對 看一隻阿武視智商 對阿智商 剛剛極光射爆了那個腦 整體是真的很快 你看我有沒有不同 沒有沒有不同 你給觀眾看清楚 又不是說很紅沒有紅 他已經在眉口了 你 promotes餌我已經買了 好 多謝阿武醫生 幫我做手掃 好專業 好專業 大概用一個多禮拜 之後就不用用了 總之他喝也好 就要記住 對阿福診醫生會告訴你 不行 這個你就可以用到完 好 那今天沒有太舒服就行了 好 我的腰不舒服 可以看到 王志軒其實他都做了這個smile 因為它的度數太高,所以要另外再加十多分鐘 做一個眼角關聯術的技術 但因為我淺的時候,我睡在相機時想,為什麼這麼快 醫生說我這隻是主力眼 所以這隻眼就失控了,會比較長一點 但整體都...它本身說20分鐘 都不用20分鐘 但因為我淺度數,我現在是看... 嘩,又清掉了 因為它不停在修復,我現在又看得清了 當時是看不到,但不要緊張 你一緊張,你一動眼,它就需要多一點時間 令你的眼睛擺完位置才去處理,就花了多時間 好了,過了一個禮拜,我的眼看伏進度是怎樣呢? 是非常良好 但很多人做完手術之後,都會有個不安 因為其實醫生也有提醒我,其實頭一至兩個星期 可能那個康復進度不是很快的話 基本上你看東西,特別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看東西是沒有那麼清 甚至乎是有一片白霧,好像在你眼前一樣 就是好像平時的人睡醒,還沒洗臉,還沒洗乾淨 還沒污垢的時候,那個感覺 那這個狀況其實頭兩至三天都在 但第一天的情況是清了 但當我晚上的時候,無論是看手機或者電腦 我都是很難去對焦的 看電話是很壞的 之前,即是近視 我看電話是可能這麼近看的 但現在呢,因為做了一個smile之後 你清了一些近視 其實我就要去拉一個合適的距離去看 例如是這個位置 所以你是不停要去調教一個合適 而且舒服的位置去看手機 其實醫生也說 縱使你第一晚要看手機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你不要覺得辛苦或者硬又痛的情況 其實就是很安全的 也可以如常工作的 但是對於我拍片來說,我也有一個煩惱 就是其實這個星期 Focus我是看不清楚的 這個是一個 如果大家是從事拍攝的工作的話 做完smile的話 那一個星期是很難去看清楚 對不對得到Focus 所以是要靠Auto Focus 這個大家要留意 其實醫生就有開了一個止痛藥給我 就說如果我有眼有痛的情況 就可以吃那顆止痛藥 但是其實這個星期 我雙眼是沒有出現過任何痛的情況 但是有出現過很累的情況 就是雙眼是容易累了的 那其實醫生也有說 就是因為其實我做完手術之後 我雙眼周邊的肌肉是需要適應的 它需要調節一個記憶 去控制你的肌肉 而從而去 soul in soul out 或者聚焦一些東西 那其實它有提醒過 我就自己很壞 其實我第二三晚開始 我已經看漫畫了 看到的 但是很容易累 而且要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去看漫畫 我嘗試過在家 打英雄聯盟 真的沒有那麼聚焦 那這個也是一個 這個星期發生了的事情 但是現在過了一個星期 基本上我就不用再滴一些 消炎的眼藥水 不用滴一些人工淚液 亦都不用滴任何東西 亦都可以照常洗頭洗臉 擦眼 是可以如常的 亦都沒有了那片白霧 我沒什麼怎麼流眼水 都不算很眼乾 那這個我覺得是我天生的體質比較強勁 所以做到 其實這條片 並不是想鼓勵大家 慢鐘鐘就去做Smile的微笑表示 那其實我做Smile的微笑表示之前 我首先我自己有一個心理準備 亦都有問過一個專業醫生的意見 亦都做了一個很詳細的眼部檢查 那他覺得適合 那我才決定做 但是手術始終是手術 始終都會有風險 每個人做完手術的反應亦都不同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眼光 不停流眼水 最重要是找一些可信可靠 專業的醫生 去幫你做Smile 那我也非常感謝 OA眼科手術中心 那就是五醫生 那手術非常之好 亦都非常詳細去講解 就是做完手術之後的 的康復進度 或者是康復會發生的一些情況 都是很詳細地告訴我 讓我的心定很多 那這條片呢 就真的很開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終於不用再做四眼仔了 那接下來拍片 都不用再戴眼鏡 不用再受反光影響 亦都不用 整天去吃東西的時候 就漏了眼鏡 那大家如果喜歡的 記得Like、Subscribe、Share 告訴朋友 阿星都做了Smile 矯視 如果有些朋友 真的想做Smile 矯視的話 可以給這條片 分享給他看 原來阿星做了是這樣 但是都是那句 你叫你的朋友 甚至乎你自己 如果真的想做的 有心理準備 問詳藥醫生意見 先去做 OK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